大家好 我是容俊濤老師 今天我們要做的題目是書5.70 頁第27題 我們先看題目問什麼 題目就說 In Figure 1, the depth of water in the cylindrical container is 2cm 這幅圖展示了一個圓柱體的器皿 而裡面有水的,水的深度是 2cm When an iron spirit of radius 3cm is put into the container 當一個鐵製的球體,而這個球體的半徑是 3cm 放在這個器皿的時候 The spear is half immersed in the water as shown in Figure 2 當我們將這個鐵製的球體放在這個器皿的時候 鐵製的球體有一半是浸在水中 題目最後就說 Find the base radius of the container 首先做完題目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現在 到底在這個器皿裡面 是有什麼 我們首先要知道 器皿本身的水沒有多度 即是代表水的Folium是不變的 我們從第一個圖圖來得知 到底有多少水 就是PiR2x x 2mm 因為這裡跟我們說了高度是2 代表這個圓柱體的體積就是 就是這個圓形的底, 乘高度2cm 而還有什麼呢? 就還有這個鐵球 但題目說了鐵球是不是完全在裡面? 不是嘛,鐵球是有一半在裡面 換言之呢,它的體積就是 4 over 3 π 它的半徑是3, 所以3 3的3次方 除以2 為什麼要除2? 因為現在只有半個球體浸了 而這個是整個球體的體積 所以這個是整個球體的體積 所以我們就要除2, 即是半個球體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最終這裡有的folium 到底這裡的folium是多少呢? 仍然底部也是πr2次 但這次的高度是多少呢? 是不是2呢?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理由爆鐵球 但高度不變 這條題目其實有說的 這條題目說了 這條題目是半個球體浸在水中 代表球體有一半浸在水中 換言之一半就代表多少cm 正正是球體的半徑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3cm 所以我們就發覺原來 一半水 加一半球體 加一半球體 就會等於這整個東西 好了 那我們先計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先寫下去 現在我們按計算機 4除以3 乘以3的3次即是乘27 再除2 是等於18個pi 記住有個pi 繼續等於pi r2次乘3 做到這裏可能同學已經開始有r 那怎樣做呢? 這裏有r 這裏有r 但我們記住 這一個呢 其實是說這裏原本有的水 而這一個呢 其實也是說這裏有的水 本來這一個r 和這一個r 是說同一個r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把它們放在一起 那這裏把這一個東西 由正調去變成減 所以就是18pi 等於3個pi r2次 減2pi r2次 那就剩下多少個? 剩下一個pi r2次 然後有18pi 那左邊又有pi 右邊又有pi 那我們就 把它們抵消 所以就變成18 等於r2次 那最後一步 這裏有二次方 我們都不想要二次方 那你把它們放在左邊 那呢 記住 這裏是二次方 扔了過去 是會變成開方的 所以就是開方18 開方18 開方18 然後呢 r就是等於4.24cm 那所以我們就發覺 原來呢 這一個器皿 它的半徑呢 就是4.24cm 然後我們寫一句 最終答案給它 就是 the base weighters of the container is 4.24cm 那這條呢 就到這裏為止 是個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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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